和顺一山而建 一面临河 以八大姓氏 分向道而居 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宗词 对于漂泊在外的侨民们来说 没有什么比修建好一座宗词 更能表达对家族的厚爱 我们村市宗词 它的风格是南亚风景式 你们来看 这个石丝籽是缅甸的家族来煎的 材料是缅甸的 做工也是缅甸的 而建筑工程师也是缅甸来的 嘎德亚基就是原来在门头上 它耍了一层防水 就是我们现在的白油 深修而后佳琪 家族而后国制 国制而后天下平 家族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根深蒂固 宗词里的牌匾 陈设 祖谱 对联 修辞碑记等 记录着一个家族的荣辱兴衰 同时也向外人展示本族的荣耀 家族的文化 还有家族的势力嘛 都要展现出来嘛 在外的华侨 他看到这个大门 肯定他有一种归宿感嘛 也有一种自豪感 近寸氏一族就有二十万后人 分布在二十多个国家 而修建尊词的深层意义 则是让庞大的家族得以凝聚 每一年祭祖的时候 他们都是从世界各地 都往家乡赶 祭祖要鼓励子孙 向老一辈学习 并且把老一辈的这些传统 发扬广大 传尊主帝 严教子孙 尊老爱幼 以德传家 人们对于宗词的守望 对于居所的依恋 早已超越了其作为物本身 而是把它作为 传承先辈愿景的仪式场 寄托情感的家 亦或是帮助成长 抚慰心灵的精神家园 他们的存在 记录着历史 也支撑着远行的人们